下一個我們來看到這個DeskView的試波器 下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eskView R5的試波器 這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個看起來是被車撞到是不是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這個DeskView R5的試波器 這個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這是被車撞到是不是 這整個Y7扭八 我不知道這個試波器是發生什麼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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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先把插入了 我先把插入 把插入 下一個DESK VIEW R5的部分 它的試波器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是被車撞到是不是 怎麼會長這樣 它的高光永遠不會Clip 在95以上就不會顯示 就永遠卡在95 所以你在使用尾色彩或者是斑馬 IRE設在100的話 它永遠就不會顯示 然後我們的暗部呢 就在5% IRE5左右 就已經Clip了 就已經在5的時候 它就呈現死黑 你自己也看得出來 那個波形 在5的時候它就已經壓到死黑了 就不管是相機 或是電腦的訊號都一樣 就是高光不會Clip 暗部一直Clip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開一下尾色彩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高光 OK 高光不會Clip 已經IRE100了 不會Clip 然後暗部 IRE5左右 就已經Clip了 就呈現死黑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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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